事实上蒋婉安 他就是蒋经国的孙子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 不用咽血缘 对啊不用嘛 不正在吵要咽血缘 今天蒋婉安的生世 有一半以上就是因为 他们众教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如果说他是许智杰 在台北市他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这么大的绅士 所以这个他跟蒋家 是一定脱离未来关系 那至于说大千刚提到的 就说你看陈时中 其实防疫真的是两面刃 俄罗也反俄罗 不俄罗也反俄罗 你要讲说他有哪里 做得不够一百分 这个我接受 但是台湾在全世界的防疫 的确是有水准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 大千的民调是怎么做的 或是谁做的 基本上我们来看 像我倒是觉得 我跟刚那个董哥提到说 大家都希望陈时中选台北市 我倒不见得希望他选台北市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 像桃园有三个民进党的立委 那到底比如说跟吴志阳 或者是跟谁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是认为 我是我自己的感觉 陈时中过去会赢 过去会赢 那投眼不能输嘛 那现在的立委跟陈时中 吃让我们也可以私底下 做一下民调 看是谁比较高就谁去选 那台北三哈都 那刚刚董哥提到说 最后他们一定会棄保 但是难归难 事实上就是说民众党 民众党他现在是一个董 他要母鸡带小鸡 他也要他的党的司议员 要有母鸡带 他要一起冲的 他不可能去冲的时候 我选嫁的 你不要打我 你赢包 你打我赢完就好了 事实上到最后 他自己会凝聚他们 所以我是认为台北市 三哈都 属于林家隆去算 有机会的 所以其实在我的看法 如果是让我来建议 我不会建议陈时中选台北 我会建议陈时中选桃园 但志杰你知道吗 桃园 因为我不瞒你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从去年就一直在 准备做民调 所以你说在五月以前 陈时中民调很高 我在请趋势做的民调 他到51% 可是在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他整个就下来了 所以陈时中现在 你看为什么你们民进党 其他的候选人 都在跃跃欲试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说 陈时中已经受了重伤 至少在桃园 就如果你真的要把他 送到桃园去冒险的话 坦白讲 桃园是很在乎地缘关系的 就是桃园虽然是一个 多位化的城市 它不是像台北 它比较像 就一部分的高雄 当然没有像高雄 这么在乎地方 这些你从地方来的 其实高雄也不是 很在乎地方 韩国瑜也不是我们 但是还是要有一些 一定的地缘关系 所以我是说实在 韩国瑜跟高雄 完全没有地缘关系 韩国瑜会占赢的原因 是因为陈菊留下来的包袱太重了 所以是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要忘了 陈时中要去桃园选 你听我把他讲完 就是说如果今天 你们的陈时中在桃园 真的这么有胜算 你们这些立委 就不会动得这么卖力了 你现在到我的桃园去看一看 你们这些立委挂码 挂成什么德性的 为什么他们动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陈时中现阶段 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 我不能说你说的对或错 就是看数据 因为每个人都会 自我感觉良好的很多 你是说年年同志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也大部分都会 自我感觉良好 我不是说一定指谁 我说每一个人 大部分这个是心理学的特质 那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当然他会觉得他有机会 这个我们谁想 谁有意愿 我们都不能去阻挡 这个都很正常 包括国民党 包括你刚提到的 罗志强想去高雄 或想去桃源 或想在台北 都是他的自由 所以我觉得我们 其实都应该去尊重 每一个人 这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 一个心境 那至于说到底谁出来 我是觉得还是科学 就是我建议 我心里在想 陈时中 但是我也会觉得说 还是要去做一下民调 民进党应该也会 还是要去做一下民调 你说民调差太多 那当然不需要说 去那边冒险 所以就是说 我自己目前的感觉 就是陈时中 民党内部的民调 就绿营内部民调 如果台北这一战的话 陈时中和林佳龙 差距也缩小 其实他慢慢的是这样 就是我在估计 就是说台北市 其实本来 如果没有沙卡都 台北市民进党不会演 那有沙卡都 如果董哥讲的气宝有成立 那当然还是国民党会演 那我们的分析是 民众党现在也是一个党 这个党不能没有党格 这个党不能说 没关系你们议员 投我最好 市长全部都选国民党的 那你那一个母鸡 带小鸡的效应 也不会出来 所以这个是跟以前的状态 不一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那桃园也是 桃园就说今天 如果郑文燦 守不住桃园 对郑文燦来讲 是很没有面子的 当然 他不能输了一战 对所以他这一战 其实对郑文燦很重要 那如果一个全国性的知名度的 或者是他算一算 民调可以过关的 只要这个知名度形象 再加上他的基层的力量 加起来会赢的话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推得适合的人选 那在地的立委跟陈时中 或者是其他人 其实都可以做民调的比较 我是觉得我也不敢说 一定是谁最好 我只是心里这么想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看科学 就民调看看 之前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在去年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 关注这件事情 去年的排名 就民进党的强弱排名 最强陈时中 第二林志坚 第三郑运棚 这是去年 去年大概三四月 去年陈时中到哪一期都是最成 对到今年的时候 我倒认为 就是说民进党 现在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我们最要锁定的对手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萧美琴 反而你要派陈时中来 可能国民党的选将 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说好险这好打的 那至于林志坚 因为他后来在处理 你知道的吗 这个足足病的过程当中 对他造成了重伤 所以其实现在 如果你看一下民调 你民党自己去做一下民调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那个声势消长又有改变 当然你如果萧美琴辉 我们也蛮高兴的 所以到时候就看变化 如果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站在蓝绿的角度 我们就是让朋友这样来讨论的话 我会觉得 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陈时中不是一张 在桃园稳胜的牌 其实我们也不会那么不客观 就说这个是一个想法 想法之后我们就是要做民调 还是要做客观的比较才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 没错 东哥 刚刚一直举手 因为大家看 现在桃园讲 郑文燦那时候为什么会当选 因为那一年是太阳跟花 很多年轻人就投票 吴志阳就被秉除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有一些地方比较都会其意的 比如说新竹市 林志坚就当选了 基隆市林友昌就当选 其实都是那是2014年的背景 那一年的背景就是因为 丽营有一张王牌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带动了整个选战的气氛 那这气氛就是他有外衣效果 所以只要年轻人投给哪些人 哪些人就当选 因为他就压过去了嘛 那2018年 南营也有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 就是韩国瑜 他外衣效果让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 所以韩国瑜拿出来 很多人不明就里 这下高雄不得了了 那2022年要选立委的时候 国民党那些议员 跟韩国瑜一起选 一起投票那些人 纷纷要去选立委 字节最清楚 八个选期几乎都是 全部国民党现任的议员 认为说以韩国瑜这个票 我们最头当了 结果下去通通输 一席都拿不到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那时候的神话 已经破灭了 就像上一段我们在谈论这个 那当然字节来自凤山 这两三百年来对凤山贡献最大 是一个中国人叫曹锦 曹公词 曹公狗小你最清楚 我讲真的 但是我不要去讲这个话题 我来讲 就是现在国民党 高雄的议员 为什么没有人要下去选 因为议员跟市长一起投票 你如果去选市长 你一定漏弦你的议员也没有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议员去选立委 我漏弦我还是议员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国民党里面很多人嘴巴都讲好听 其实都不带种 那就机会主义者 韩国瑜那时候当市长 他走到哪里 我看背后都好几个议员 每天都要喊打喊杀 那最后呢 最后都看不到了 就是国民党要有带种的人 为什么大家一直点名 说那个要下地险 对不对 罗正强你应该下地险 说要带种他赶装 我老实讲下地险也是漏弦 就是 那我们年底的险体要怎么看呢 年底险体其实最主要就两个县市 一个台北一个桃源 这两个桃源 如果国民党能够拿回来的话 表示朱立伦干得不错 即使席次少一点 因为现在保有的是十四嘛 即使席次剩十一十二 大家也觉得说你台北跟台湾哪回来 算赢了 算赢了 因为这两个是指标嘛 那桃源过去一直是台北 为什么会被郑文燦拿下八年 因为郑文燦手上的钱太多 他到处给资言 别人没有这样干的 可是他知道我就是要这样干 所以他就连任了 他在韩国瑜带领国民党打赢 所有县市那一帐他都勉强保住 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那四年花太多钱 所以他知道说我要用这个方式来选 那结果选完以后 民进党整个脸色如土 对不对 赖清德行政院长都要下台 由郑文燦来指定 行政院长给苏正昌干 党主席给周龙泰干 你可以看到蔡英文那时候是 方的手脚六神无主 全部接受 我真的讲就是这样 是他指定的 他指定 他指定 他那时候建议 就他建议蔡英文才不接 他建议 然后小英总统采纳 他都买单 那我老实讲 其实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智杰刚刚讲之后 台北不会有我讲的气保 可能不会 我告诉你 87元王健先代表新党选台北市长 他被气保只有四万多票 我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上讲 你知道新党83年第一次选 因为赵沙刚代表选台北市长 所以 现风捡起来了 新党拿下11席 第一次台北市议会三党不够半 那87年这一次 这次因为要把陈水扁拉下来 那王健先去选 马上去选 他想说要分票了 没有 王健先被气保四万多票 新党拿下9席 20几万票 没有给王健先 那这种情况到95年 宋楚瑜 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是民国90年 民国91年 亲民党在台北市议会拿下 七席 也是三党不够半 所以亲民党的理薪才会当副议长 因为跟国民党平分 国民党是国民党 那时候大家想说 哇 这下来了怎么办 国民党要被宋楚瑜又这么强 对不对 然后下去选宋楚瑜哪五万多票 亲民党提名七席议员 只上了三席 但是他的票仍然 大概有二十万票左右 就议员的票有二十万票 他为什么会只有五万票 因为他会有五万票 就被弃饱了 这很清楚 连宋楚瑜这么大咖的人 都被弃饱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台北市我在讲 他操作这些东西 后来很多人 你如果不是很强的话 一般都不会再出来选台北市长 因为你就是 除非打定主意要打知名度 唱两首歌花两百万 就上一届大家可以看到了 可是这种情况毕竟 人不会把你当作真正的一个菜 反显人啊 对不对 不会把你当作 你真的是一个角色 会影响到谁的选举 不会嘛 所以我说 你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最要看的就是 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说 蒋万安不够强 因为蒋万安的个性就是 比较稳 比较稳扎稳打 那很多人就说 那他就是软然 太软了 或者太软肉了 就是玩那两种讲法 那可是 毕竟在现在 因为刚刚一直 提到他是蒋金国的孙子嘛 这一点 血缘你是没办法否认 那 现在在台北市蒋金国 有没有很大影响力 还有一些影响力 但是没有蒋金国 譬如说郝龙斌 没有蒋金国啊 郭敬馬昂九 没有蒋金国啊 他跟他没血缘关系 他是不是照样当选 所以这个盘 其实是 狼跟利的盘 不是 和蒋金国 不蒋金国 没关系 只是蒋金国是国民党 来台湾以后最出色 最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是总统嘛 所以我们 由这样来看的话 会发现 蒋万安喔 接下来就是 不要换太多的错 那 所有跟两岸的 跟反共的 这些东西也都不是问题 蒋金国过去是共产党啊 然后后来反共啊 他很多政策是在变的 后来蒋金国主张三通 不能通啊 对不对 三不通啊 后来三通有没有通 在他任内 起码通油通商啊 虽然没有两岸通行直行 后来在李登辉 国民党的主席之内 也完成了 在陈水扁之内也做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陈水扁之内 那时候两岸的直行 是张校园下去推 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背景 就是说 其实台湾很多事情 也在变化 也在做一些进步 所以用 过去祖先做过哪些事情 来要求 连一遍都没看过的孙子 你要服从他 造他那个 我觉得在台北是没有 没有选票啦 用这样的讲法 其实很牵强